你好,过来了吧 老爸,那我有东西 三块鱼院,三块干肃 今天来,准备干点上来 因为你给我看看,公布它现在的价值 这三块鱼院,您啥时候买了呀 几年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我给您说一下 这个干肃的,在几年过年的时候 价格被超上去了 买的时候不便宜吧 三千五一块 三千五一块 您啊,荒耀吧,有很多人也买 当然过年的时候买的都是这个 当然是咋想起来买干肃啊 那不是看,会活着吗 然后想到它不得涨一波吗 就是看到很多人在买这个东西 对啊,然后说一说,我拿过来 您看看,这一波涨了多少 我给您说一下吧 当大家都去买东西的时候 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这说没一个东西啊 它是被炒进来了 就好比这个甘肃 这过年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壁伤 就在炒这个甘肃 还有那个大汉 当然是这两个壁中呢 是所有人都想买了 但是市面上又没有 又烧之又烧 就个人出来的一些东西 确实,当然是我们也经历了一波高价 你现在把它卖 我只能说你卖的不是失衡 因为甘肃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它这个甘肃大头和普通的那个 大头是价格是一样的 它等于说是在去年这个时候 它价钱和普通大头一样 都是一千多 最后一下子最高的时候超到三千多 你现在卖不太合适啊 我只能告诉你,现在甘肃价格搭下来了 搭下来多少钱 搭下来最少在搭下来一千 现在变成两千多了 怎么在家里啊 咋你还自艺啊 我的天啊 这不应该吧 你那意思是 牛呀又长又跌 对啊,你自动一 咱管跌任何 你只能说 稍微不得往上涨点 咱可能跌这些 感觉我给你讲的很清楚了 有些东西是被毕赏给抄上来的 知道吧 就这个大汉和这个感肃就是一样 明白吧 问你什么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你 我感觉你应该下一次在买的时候 最好不要买那种惹闷的东西 现在举发比是很惹闷 对啊,那我想问一下 这上来比 然后它不会跌 只张不跌 我跟你说吧 什么样的比 首先未溜通 就是无论是任何品种 只要是未溜通 知道不知道 那不溜通我咋卖 你不溜通 你不溜通比太多了 不溜通的比 它说明它在市面上没溜通 但是有人卖啊 就那样的比 无论是任何品种 它只要不溜通的比 它都是泡下去 知道吧 然后第二个你选择的话 最好要买那种带窿了 知道吧 带窿了的话 壁面越感情 然后它分越高 那种弯的人 就是香弯的人越多 就像你这种感肃 这是很普通的一些大头 它也只能说是一些同货 你现在卖它这个价格 也就两千多块钱 你卖 也基本上也就两千多一点 搞了也卖不了 你自己考虑一下 那我又能亏了 那你三块币 知道你只欠三千 五一块买的话 你现在最早是 亏三千多块钱 对 现在只能卖两块 打的是你两块的价格 所以你没办法 这是它的市场规律 那我现在 那还不能卖啊 不卖 对 不卖可以啊 不卖极力溜着 以后说不定 是吧 对啊 那万一张上来 肯定慢慢会张扰的 只是事件长端的问题 好吧 那中中中 谢谢你老板 不客气不客气